亦都有機會和一些旅客和職員作了一些交談 大家都見到 今早其實那個情況都是大致暢順的 在過去那十幾天 其實在政務司副司長的統籌和協調之下 政府的相關部門 郵輪公司 郵輪碼頭營運商 和香港旅遊發展局都舉行了幾次的跨部門會議 亦都檢視和調整了 在這段時間之內 郵輪碼頭 郵輪來到郵輪碼頭時候 我們的一些新的一些措施 亦都今天見到 其實這些措施在過去那兩個星期 無論是一些大一點的船 或者一些小一點的船 其實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 亦都希望大家知道 其實除了今天在郵輪碼頭 大家見到的工作之外 在一些其他地方 我們都做了事的 包括在啟德 或者在觀塘的地鐵站 和一些完善的巴士站 我們都加強了支援旅客的服務 目的其實都是一個的 希望我們的遊客來到香港 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來到香港旅遊的經驗 在這裡一定要多謝相關參與的政府部門的同事 旅遊業 運輸業 包括了巴士 旅遊巴 港鐵 的士 在這裡 郵輪公司和郵輪碼頭的營運商 大家一起通力合作 這次政府高度的介入 是為了解決早前曾經出現過 旅客後車時間過場的情況 經過這兩個星期努力 事實證明香港是有能力 我們亦都有方法 接待好大型郵輪到港 一些安排的情況 亦都令到乘客下船的時候 是有一個更加好 更加便捷 更加舒適的安排 大家都會明白 其實政府是不會做一個長期而高度的介入 所以今天過後 我們是會檢討各個細節和各項安排 亦都會要求郵輪碼頭的營運商 是和郵輪公司和巴士公司 亦都和的士做好一個聯絡的工作 亦都將我們這些措施 和在這段時間吸收到的經驗 作為它整體營運的一部分 希望可以將來做好一些恆常有效的方案 令到我們的旅客有一個很好的旅遊經驗 而政府是會繼續監察 碼頭營運商的工作 亦都會積極配合和協助 確保今天暢順的情況 是得以延續下去的 帥會可以做好一些 也是一方面的資料